次之四億兩千多萬打造的 郊西國小地下停車場 除了規劃385個停車位 另外還有護右 身杖 綠能充電24個車位 而且車位上面還有燈號提醒 顯示綠燈是空位 尤其為了方便家長接送小朋友 還提供專屬空間 不怕學生淋雨 以及免費停車30分鐘 設計上非常大心 讓我們家長要來載去營養 暗時要來接送到我們所有的移動 非常方便 再去營養 暗時 都有30分鐘免費停車的郵带 而且停車場在設計方面 剛才走過 通風裡面 工作也非常好 對於日後家長來到學 接送小朋友的孫 我覺得這是非常優良的一個設計 由於郊西國小校地 是早期在地先嫌捐出 因此主席游健康建議縣 可以由工作人員運 或是按照比例來分擔營收 這拖地是我們党家鄉親人 立體祖先留下來的 感謝上級政府跟我們管府 總共這四億五個建設 就是說這四億五個建設 是水日的水星 這檔檔讓我們党家工作來收就好 或是說照比人家工作 須保安一七十 管府須保安一三十 不會也是說八成去營業 比照路東地下停車場 那樣的路東 須保安工作去營業 因為代表發現 場內這種類似鐵條的情況 不然竟然安置在通道上 而且教育跟學童又差不多 可能會有意外發生 幾隻就不適合放在路的旁邊 應該把它移到裡面去 因為這個小朋友進出會踢到 而且他這個身高 這個高度 如果你跌倒的話就會吃到人 停車場目前驗收還有招商中 預計最快七月份對外開放使用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